歡迎來到Ball & Cut Games的狗學 這次介紹的遊戲是Ginstar Bruderer 其實它是德文 中文有一個叫鬼魔方 名字好像很恐怖 但其實這遊戲是小朋友遊戲 是一個適合2至4個人玩的遊戲 遊戲大約會玩20至30分鐘左右 遊戲是Party Games 看來的配件 配件有這麼多東西 一本很精美的說明書 其實是一個多國語言的說明書 英文、法文、德文 其實有一個故事 故事是有個伯伯 很辛苦的 在磨坊上磨粉 很辛苦、很累的 我們有一些小朋友 很乖乖的小朋友 看到這個伯伯 這麼辛苦在這裡工作 我們幫你磨麵粉 在磨坊裡面 但磨坊裡面是有鬼鬼的 鬼鬼就會去妨礙你們 拿些麵粉 怎樣妨礙呢? 玩的時候就會知道 好,看看配件就是 除了傳媒書之外 會有一塊的主題 還有我們會有一個輪盤 我們會有一個輪盤 我們會有一個輪盤 就會有機會出現 好,再看看這裡 這個磨坊 我們就在磨麵粉 我們有不同顏色的麵粉 這四個麵粉 顏色的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空麵粉 代表這一格 沒有麵粉 就是這樣 下面我們有四個 這個Token 這個Token 是對你的麵粉 譬如我是紅色的 這個Player 就選擇紅色 你的目的就是 收集到這四個 磨到四個麵粉 那就贏了 帶回你的地方 還有一個色仔 這個色仔是綠面色 並不是1,2,3,4,5,6 有數字的 以及有一個輪盤的標誌 那待會如果收集到輪盤 或者數字的不同的組合 就會有些不同的東西 會出現 OK,好了 那就是 好,這裡是有玄機的 就是 也跟這個系列的一樣 我們會有些 磁石的東西 會出現 就是這塊 這個遊戲的盒子 底部是有用的 好了 那麼 好,我們現在遊戲開始 我們的預備就是 我們把這個輪盤 放在這個盒底那裡 好了 然後再把這塊的冰箱 再掘在上面 OK,好了 掘在上面之後 然後之後 我們會看到這個 有格格的空位 對的 我們就放相對的顏色 麵粉 這樣的東西 去這些空格上面 黃色 再放黃色 對的 呃 這些麵粉 你就不需要用到住的 我們可以先放在一、二面 好了 然後呢 我們每個Player 就去選擇 自己顏色的 這樣的人仔 開始進去吧 那開始進去呢 我們就會 在你那個 這個 這個顏色 黃色 在這個黃色的顏色 對,就放到開始了 藍色就放藍色 綠色就放綠色 紅色就不用說了 好了 OK,好了 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開始入戲了 那這個遊戲呢 我們是一個 回合制的遊戲來的 那我們的Player 去到這個 回合完 就到下一個Player 然後最後回合 好了 那你在你的回合 你會做到些什麼呢 好了 那你就會做到 就是你開頭 去摘色先 好了 那摘色 哦,摘色 好了 OK 那摘色呢 我會有幾個可能性的 那第一個可能性就是呢 我會摘到兩個數字 是的 兩個都是數字 好了 那如果你摘到兩個都是數字 那怎麼算好呢 那譬如 黃色 現在我摘到這個 2和3 好了 那我可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呢 我可以去到 選擇其中一顆 是的 去到完成 就是可以拿它那個 移動的數目 譬如我選擇2 那我就可以走兩格 那你可以順時針走 或者逆時針走 都可以 那你為什麼要移動呢 因為你移動呢 譬如我是黃色 那我移動到這裡 那時候呢 我就可以拿到 我就可以拿到 我自己相對的麵粉 去放自己 這個 這個 棋的後面 去裝著它 是的 去到 裝著它 那待會呢 你就可以裝著它 之後呢 就可以帶回去 你黃色這個地方 就可以完成 可以連結到一個 這樣的麵粉 那遊戲呢 就是連結到你自己的顏色 那個麵粉 就是四個麵粉 好了 那 這個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就是 你要找兩個數字 你可以 剛剛我講過了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的數值 或者你把兩個 粒色仔 加上數值 去做移動 那這個就是五 你可以移動五格 就這麼簡單 好了 那第二個可能性 你有機會達到色的就是 你有一個 輪盤 加一個 數字 是的 那是甚麼呢 好了 那就是 你照樣 將你的人仔 去到 跟這個 數字的 那個數值去走 這樣一步 譬如你可以走兩步 好了 那你見到 你會有一個輪盤的 那輪盤 如果你有一個輪盤的話 只有一個 那就是一粒色 那你會怎樣數呢 你就可以 把這個輪盤 這個箭咀 是的 順著那個箭咀方向 即是順時針方向 我們叫做 那就去到 移動一格 因為你一個輪盤 好了 那我移動一格的時候 對了 那我移動了 它變成第二個箭咀了 OK 就是這樣了 那當 你有個可能性 擇色的 就是擇到兩個輪盤 好了 那兩個輪盤 就很簡單 你可以移動 將輪盤移動兩格 好了 那我怎樣移動兩格呢 好了 那一格 你看不看 因為這個箭咀方向 我一移動呢 我會變成黃色 突然飛走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呢 這件事呢 我們就有個 鬼鬼出現 一個鬼鬼出現的時候 對 鬼鬼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有些玩家的位置會彈起 那彈起了呢 那如果彈起了呢 那如果之前 它背部已經有些 拿到自己的麵粉了 想運回去它這個 摩托頭上 那要運送 運到它中途呢 被鬼鬼打一彈 那這樣就飛下去了 那飛下去了 那當然是 麵粉就放在原本的位置 然後黃色就在它原本的起刺位置 再開始去連接它的麵粉 那就是這樣 OK 好了 那你摘色 然後去到移動 或者移動那個輪盤 好了 那你做完了之後呢 好了 那你就 你有兩個 你有三個情況 你可以什麼都不做 或者你把你拿回自己的顏色 放在自己的背部 對 然後你再移動它 去到 去到 運送回到你的角落 就可以完成到一個麵粉 連接到 或者你可以 就是呢 你去到 移動回到這裡了 好了 那這裡是黃色 那就可以放在這裡了 那就可以重新去出發 去到 拿你 自己顏色的麵粉 好了 那當這個格格空了的時候 我們就去到 感覺到一個 空了的麵粉 對 然後放在這裡 證明這個地方是空了的 就是這樣而已 那哪個 玩家可以連接到 他自己的四個麵粉 放在自己的角落 那就可以贏出這個遊戲了 那就是這裡的 鬼魔方的遊戲教學 就先到這裡為止